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大肆有些反彈 不過彈上去也好 都是靠友邦、騰訊 跟著中人秀 這些比較大隻的股份 氣氛上有沒有改善呢 少許 少許會有的 某程度上有幫到客人 但我想強調一點就是 市況都是陷於拉鞋的狀態 今晚 Judson Ho的聯會 看看鮑威爾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但也預料到 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甚至乎 我又會覺得 他也會強調經濟狀況應該不會太差 但是 應該不說 關注點都是放在本地身上 以及 準備物業談判的消息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那句 都是拉句 不過呢 我想先回答 有位朋友的問題 因為有位朋友問美國的拍賣國債 那個時間 我也是上網找資料 先回答你 我也是想說一下 今天星期五 說一下外圍的事情 讓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想法 美國國債 基本上有一個定期拍賣的模式 三個月和六個月的各庫券 每個星期一 就拍賣的 一年期的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拍賣 而這個叫做兩年期 就是在一月 二月 四月 五月 八月 十月 十一月 拍賣的 就是這些時間 另外五年和十年期 每一季度的第二個月 就會拍賣的 而三十年期 就是每一年 二月 八月 所以不同的月份 基本上可以說 每個月幾乎 都會有一些拍賣的情況出現 一年期 每個月都會拍賣的 希望你明白 如果我不明白的話 嘗試上去維基找資料 其實我不好意思 我都是上維基找的 那你也可以嘗試查一下 大家說到國債的 其實我想大家都是 之前有聽過 那個叫做債息倒掛的現象 就是兩年和十年期的 債息的現象 我想 我以前路上 以前的時間 這個債息倒掛 是一個叫做啟設 即是說 好像 這個叫做衰退的現象 不過近年 我相信 我會覺得 因為始終現在的情況 是 資金都還是比較氾濫 所以 所以 你說會不會 這個現象 反映現在的狀況呢 我覺得 就不至於是 還有 我比較相信 就是 其實 自然科技 開始比較勁的時間 那 變成了很多 傳統的理論 有機會是因為這樣 而 叫做 不同了 有一個 有一個 傳統上的想法 就是 我看一些 投資書 也有一些 不是股市 可能 一些投資者 可能一些 一些 投資專家 一些書籍 消息 發言一步 你自然就可以 領先 過別人 因為以前的時間 你想想想 你要拿資訊 那 其實你真的 可能你靠一些 馬車 可能靠一些 書信來往 例如飛合傳說 這些 你才會知道 但是你想想 現今科技 其實要拿資訊 是很簡單的事 你拿資訊 其實基本上 你上網 好像剛剛提及 你割下這些 你上網 這樣搜尋 已經知道了 甚至乎 現在我們有些 apps 基本上 一些資訊 你多到你都看不完 那整天 apps 即時彈出來 可能你說 美國的 突然間有些 事件發生 我們都馬上會知道 但是以前 不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我覺得 已經不同了 但是問題是 現在 有些資訊 太過氾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 都會說 是Fact Check 這件事 大家要認證很多的資訊 不是第一次 因為有些資訊太多 甚至乎 傳出來的資訊是假的 反而突然轉 可能引起一些恐慌 之後又沒有 所以 我想現在突然轉 就是資訊太過氾 所以 很多的 投資理論 我相信 已經是 不同了 無論如何 現在 大家都是 關注一些 本地的狀況 都是 看消息 那 也可以跟大家說 有幫的業績 有幫的業績 其實我覺得 我收破的 即是 我今天都在不同的平台 都說 其實有幫的業績 其實不差 我覺得是 OK的 但只不過 問題在於 大家會擔心 未來的下半年的 漸漸是怎樣 其實最近也是這樣 最近有很多公司的業績 可以說是收貨 即是 假設 沒有這次 即是本地這件事件 如果你解釋 一年前 這份的業績 我相信 有幫的股價 今天會升很多 但問題是 因為現在 有後顧之憂 即是有很多的股份 其實現在是 大家有後顧之憂 所以 在部署上 不敢太多進取 這個狀況 我相信 短期內 都比較難解決 所以 都很阻心強調 大家入市也好 不要太過 太過進取 這個是一個 我主機調 另外 如果 接觸上 有幫是OK 但剛剛提到 前景大家 是擔心的 即是對於本地的環境 是擔心的 之前 大家也分享過 有幫人怕什麼 不再重複 我想說一下 瑞昇 瑞昇的業績 是真的差的 他真的 真的 很頑皮 Q2的業績 其實是不對版的 但是 因為本身 你可以說 大家可能有點憧憬 他可能 說他 下半年有機會 會轉回來 好 所以他的股價反而 反而如何轉 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一定的時間 你駁去不穿 35元便可以 其實這些位置 你說駁去不穿 不破底的 反而可以駁去2-3元的回報 但當然 這些玩法 就不是我一向主張的玩法 我一向比較主張 是安全的 那你就駁去 瑞昇台 真的駁去 我不覺得 你說駁去2-3元值不值得 這樣駁去 也不一定值得 還有 因為 大家其實現在 有時候 上網搜尋 反而今天好笑 因為大家未知道 iPhone 新系列 那我就立即上網搜尋 iPhone新系列 即是那些 陽版機 一看 哇 立即下一個 因為你看到 背面 正方形的東西 嘩 真是望如我都覺得 不開胃 現在變成 iPhone的設計 是令大家 會覺得 以前 iPhone3 iPhone4 的年代 你看著這部機 你會覺得很帥 很特別 很創生 很革命性 但現在iPhone都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所以 瑞星 你說真的 現在 前逆的情況 我看得不理想 還有 當然 瑞星現在的客戶 不單單是iPhone 蘋果 還有其他Android的機器 但是 我覺得我建議很大 所以這個範疇 這個範疇 或者瑞星 我看得不樂觀 所以大家 總結來說 都不見大家博具 不過就這樣說 再說一下 再說一下業績股 1949 是否今天急跌的股份 這隻 我也不太肯定 不好意思 其實最近 都好像很大猛 有時突然之間 明明這些問題 我寫下了這個號碼 但竟然又沒有看到 那個 那隻 這隻是 這隻大跌 為什麼跌這麼多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你可以說 今天有些人跟我說 前幾天 微信 好像說 有說過你的號碼 可能有些推介 推介這些 我俗稱微信女 有說過你的號碼 我其實沒有 我沒有微信 所以 都不知道 有這些存在 不過 就小心 這些世界股 現在都是難玩的 而且 而且 真的要很小心 我覺得世界股 其實真的 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 是要小心一點的 那 你又問 6098 碼桂園服務 今天都想要業績 其實是 它的業績其實是厲害的 你叫它增長 其實很快的 增長了 核心的增長 九成幾 其實真的幾厲害 但是 又不意外 對於我來說 就不意外 因為 你回頭 碼桂園 它沒有公司 碼桂園 碼桂園 在那一六年的時間 它買得很厲害 因為 你記住 買得很厲害 它因為買得很厲害 可能有些樓花 變成有些 計算方法有些不同 所以 它進入之後 變相之後 它交付了一些項目 即是 項目開始 人們可以進去住 所以進去住之後 變相之下 就要交管理費 所以 其實應該有個時間差 你看回 這次碼桂園服務 本身 其實它的業績 你看它大數 是很帥 還有一個數目 大家可能不一定會看 是什麼數目呢 就是說 它的管理面積 其實比上年同期的時間 好像多了八千萬平方米 是的 你想想 因為本身 沒有公司加多加多的時間 自然 它的Q2數很厲害 所以 你可以預計得到 下半年的時間 其實我想 你說碼桂園服務 那個增長 還是會很強勁 但是隔多一、六年之後 就可以慢慢倒進去 但是 最後之下 到時候哪一間會好呢 就是中海物業 所以 你問我買不買 我都可以選中海物業 我都可以選中海物業 沒有啦 它的業績出來 是差一點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它增長 之後的時間 增長的潮力 它相對比較大 所以你問我選哪一隻 我選這隻 另外 有朋友問 那些 收租股 那些 是否大家聽到 好像覺得很慘 零售的那些 希望他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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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租的那些 公司 減租半成 共度時間 我會這樣看的 有時候這些事件 雖然你看到他們很慘 但是 也這麼說 過去這十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零售業的起飛 是很厲害的 當然他們勁在 因為多了自由行 也都賺到半滿 但是現在 好像有什麼事的時間 就馬上喊救命 那我又會覺得 對於這些 收租股 一些公司來講 當然 你也可以說 過這十年八歲的時間 他們都受惠 租金不斷上升 所以 減租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他們也會有機會減少 不過 你又不要預計減得多 因為 因為這些事情 他們都要上市公司 或者是 任何一個商家 如果這些事 回到傳統上去想 他們一個叫做 利潤的最大 叫做 我們叫做 Profit Resonizer 就是他們拿一個 最大的利潤 所以他們又不會 特別感到太強了 但是有壓力的 所以變成這些租股 我會覺得 前景都不理想 所以 如果大家 這一段時間 要考慮買 入市的話 還是要小心一點 我還是那一句 其實也是 現在這一段時間 都不建議大家買股票 住了 我覺得寧願是 等機會再買 另外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 下星期 就是 一些 叫做 內人鼓出業績 都不會有什麼驚喜 不過下星期 再跟大家拆解一下 他們的業績表現 因為 這陣子業績期 最好 可以多講一些業績表現 和大家 都可能交流下 一些 投資的想法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祝大家 有個愉快的週末 都是時候 要休息一下 那 就是這樣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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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